用 append 所以要注意 append 非常的重要 以後如果你要把資料放進去 不用 append 那就沒辦法了 而且以後的資料可能從網路上爬下來 爬下來之後它也是 1 比 1 一個一個 你就 append 一直 append 到裡面去 如果說 A 欄就沒有 list A 就是放 A 欄 list B 就是放 B 欄 我的理解是這樣 有沒有 list C D 有很多個 list 我是把它想像成這樣藍的架構 以後的話比如網路上來的資料很多藍 那我就這樣就丟到串內裡面去 這樣會比較好理解 不然有的時候太抽象 OK 大概是這樣 然後 append 是關鍵 另外總共有幾個用 len 所以這兩個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建 scope 這樣建 空的有沒有 然後 scope append 的進來 然後並且就是說用算長度 最後的話我們可以跑個回圈 把它全部加總在一起 那累加應該講過吧 for i in rent 0 到最後一個減 1 為什麼要減 1 呢? 因為最後負一不要 有沒有 然後就把它累加 累加的話就是把這個第幾個 第零個 第零個的話就是第一個成績 第二個第三個 然後呢 B 掉最後一個 OK 減 1 那一個 那 total 就把我加在一起 另外特別注意喔 這邊 total 等於 0 你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加在最上面 如果你不加最上面的話 它變成它的區域變數 那所謂區域變數我前面有講過 它是下一階 下一階的話只能夠在這邊用喔 你不能給外面這邊用喔 OK 有點像是喔 你的 假設你的臺幣喔 你只能在臺灣用嘛 如果你要到其他國家去 全世界你可能要換成美金啦 OK 有點像那個道理 不然的話你沒辦法用 它這個值就是在這個 4 回圈下一階 所以沒辦法被其他的地方存取到喔 OK 因為你會發現它是下一階嘛 那如果你要被其他存取到的話 你記得要在最上面喔 的地方 先給一個 total 的預設值 它就知道說喔 我將來這個東西 我除了在區域變數裡面被用 區域變數可以存取得到之外 我在這邊也可以存取得到 它也可以存取得到 你不能只是在這邊建一個喔 它會其他地方會存取不到喔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說你放上面 這個叫全域變數 全部都可以存取得到 OK 如果你放在裡面的話呢 叫區域變數 區域變數就是 這只有在裡面可以被用到 OK 應該有這種概念吧 如果你有學過其他語言 也有類似的概念 OK 那這樣的話呢 不過 這一題好像感覺 為了要把它加總 跑個圍圈 好像有點 有點麻煩 少不如你還有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你可以打一個 total 乾脆怎麼樣 total等於什麼呢 它裡面有個函數 叫上 上 上你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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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怎麼樣 把它放進來 它可以藉由這個 就幫你全部加總 但是加總完之後會怎麼樣 怎麼樣 減一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把它再加一就好了 OK 這樣也是個方法 如果剛好符合這個邏輯 那這樣子就不用上面還要跑個回圈 這樣是直接把它加總 來上 直接幫我上起來就OK 然後呢 total就是在把它除以 它總長度減一 因為最後負一那個部分不能平均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print什麼呢 本班總乘七 那我這邊一樣是用那個format 因為如果考試的話 大瓜糊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記得 大瓜糊先打冒號 然後如果是整數就低 如果是符點的話就點2F 取到小就很第二位 所以我們這邊是 總分要整數好了 然後平均乘七呢 要什麼 要小就很第二位 那後面的話我們就怎麼樣 所以特別說應該有印象吧 這個喔 然後點什麼 點format 然後給它兩個引數 這個引數的話呢 就是我這個是先輸出總分 所以把total呢放在這邊 OK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就是幫我放什麼 放這個 Average這個 OK 然後最後算一下瓜糊 好像少一個後瓜糊 所以再加一個後瓜糊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它就大功告成 好 那試一下 最後print一下 把它跑一下 那這邊的話就是98分 然後 然後啊 不過這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 -1 enter 欸 這個時候最後共有幾個 但是最後好像有一個錯誤 哪個地方有錯呢 total total 是 對 多一個點 對 他點2f才是 點低的多一個 OK 所以這邊的話就造成錯誤 所以這邊的話我想大概是這樣 請各位試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欸 可是一般習慣是這樣 就是 手動輸入是需要 但是一般是已經外部輸入 比如說我今天已經在外部建一個檔 或者是說呢 它成績已經建好了 我需要怎麼樣 需要把它匯入了 所以可能喔 假如說我今天英文成績好了 我就在這個source上面按右鍵 new一個file new一個file說 我如果今天我要把它改成外部讀取 那些成績不用輸入 直接就是外部讀進來就好了 比如說有些成績是已經存在了 那你要匯入 或者說有些資料已經存在 那我要怎麼匯入 這個部分待會再來看 待會的話就是說 我第一個先建一個檔案 第二個的話呢 把那個檔案裡面的成績 全部都讀到我的這個串列裡面 那要怎麼做 檔案變串列 ok 待會再來看喔